台湖邦颖声变 红沟特使团前往中国商谈建交 国方召回大使表达强烈不满 美国联准会升息一马之后 台湾央行跟进再升息半马 连续5G调升 桃园平镇传出有东非沸沸出没 中安单换进行了围捕 但还是被逃脱 接待工艺短缺 泰国首次出口鸡蛋来台 特别三十二点五万颗 预估下星期抵达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三月二十三号的 公事晚间新闻 我是曹燕俊 今天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 台湾和宏都拉斯的邦誼生变 红沟外长率领特使团 前往中国要商谈建交事宜 更传出有可能会在总统蔡英文 出访的时候宣布和中国建交 对前外交部就回应表示 红国无视于台湾的援助 严重伤害到了政府和人民的情感 宣布是立即召回住宏都拉斯大使 来表达强烈不满 而红国更被爆出了 向台湾所求超过二十四亿美元的金元 同时却又向中国提案 大碗两面手法 坚持派遣外长赴中国恰商建交 严重伤害我政府与人民感情的举措 我政府决定立刻召回住宏大使 以表达我方强烈不满 外交部陈仲宣布召回住宏都拉斯大使 就是为了抗议宏都拉斯派遣 外交部长雷娜 率领特使团到中国恰商建交 无视台湾的援助与善意严重伤害政府 跟人民的感情 更传出红国可能会选在总统 蔡英文二十九号出访时 宣布跟中国建交 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状况都有掌握 如果在过程里面被断交 那会涉及到就是你蔡总统 在飞机上还是在国外 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沙盘推演 台湘邦一线在降到冰点 传出红多拉斯总统卡斯 楚一上任就向中国提出六十亿美元的提案 同时用医院水坝的名义 对台湾所求超过二十四亿美元的金元 但是又推辞协商 显然是大碗两面兜售守法 不过红国外长声称 这是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再融资机制 否认对台湾狮子大开口 外交部强调台湾双方的沟通跟对话 都有文书记录 可以证明相关事实 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也绝不会跟中国进行金钱进逐 而红多拉斯总统卡斯楚 更传出计划前往中国访问 虽然红国没有证实 但路透社指出大事已定 近期就会宣布 但对于中国有可能会发动的武力侵略 美国和菲律宾在强化部署 菲律宾允许美军扩大在飞国部署的 四个新设计地 等超定之后就会宣布 其中有两处是位于靠近台湾的 旅宋岛北部 除此之外 美国也强化挺台力道 众议院是高票通过了 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卿必须要定期的检视 对台交往准则 确保有助于深化并强化台美双边关系 美国关切台海情势 美国众议院再度展现挺台力道 23号以404票赞成 只有7票反对 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保证实施法案 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检视 对台交往准则 确保强化美台双边关系 并寻求废除美台交往自我限制的机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听证会中 也认同CIA局长伯恩斯提出 中共2027年具备犯台能力的评估 布林肯也肯定台湾提升国防预算 加强军购 强调自己是签署最多件对台军售案的国务卿 而国务院过去十年来 通知国会对台军售总额达近四百亿美元 美方在印太区域跟中国维持战略竞争 不只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也攜手菲律宾 将签署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非国总统小马克斯表态 允许美军在现有五个基地 再新增四个军事基地 包括三秒离市省 巴拉旺省 尤其伊萨贝拉省 以及卡加盐省 这两处就位在临近台湾的 旅宋岛北部 正对菲律宾调整战略 中国外交部痛批 美国扩大部署 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 呼吁地区国家应保持警惕 避免被美国利用 扣为人质 记者黄志杰 张志佳台北报道 天北市在下午发生了重大抢案 有一名谢谢女子 在南港区一间国泰银行 提领五百万之后 又前往内湖的新爱陆 第一银行 提取了一百九十五万 不过当她要坐车离开时 突然是被四名男子 当街喷辣椒水 抢走了五百万元现金 而原警是以车追人 在事发一个小时之后 在新北市的双膝 逮捕到四名嫌犯 又来厘清犯案动机 黑色轿车 林亭银行外头 有好几名男子下车 冲向前方的白色汽车 突然拉开车门 拿走车内现金 夺达五百万元 得受赃款后 随即揚场而去 开上国道讨医 原警接获报案 调阅车牌 选线追查 花了一个小时 终于在新北市双膝台 二丙十九公里处 把四名嫌犯压制 一旁还有原警 持枪戒备 他在上车的过程当中 被用辣椒水袭击 然后抢走了其中的五百万 大白天公然抢劫 就发生在二十三号下午三点多 一名四十多岁 谢姓女子 在台北市南港的国泰银行 领完五百万元后 接着又到内湖刑爱路的第一银行 提令一百九十五万元 领完钱 正要坐车离开 就遭到四名男子泼辣椒水 抢夺车内财物 其中的关系 我们正在厘清当中 因为现在犯嫌也在 我们在把他 以往我们分局来做侦办 是随机抢劫 还是预谋犯案 这中间有没有黑吃黑的可能 又或者谢姓女子 提令将近七百万元的原因为何 入网的四名嫌犯 已经被警方带回 要来一一理清 犯案动机 记得传说 台北新闻报道 好人平镇 传出有东飞 飞飞出没 停留了十二天 自然里长守望队 还有六福村的兽医 都来围捕 但最终还是被逃脱 林文局表示 全台只有三个动物园区 有登记到饲养飞飞 如果弄丢的话 可以被重罚 而至于外船 是从六福村的动物园逃脱的 但园方就否认 也列出园区的相关数据 来驳斥说法 动作敏捷 一溜而过 东飞飞飞出没在民宅果园 桃圆市平镇区 振兴里长黄志杰 和十名守望相助队 以及六福村兽医 进行围捕 但东飞飞飞实在太聪明 过程中一再逃脱 里长说到10号就由里内工厂贴出公告 上下班要注意动物出没 显示飞飞至少在里内已住了12天 目前还在逃 路径一度逃到新屋 疑似又返回平镇被民众发现 农业局表示桃圆没人登记 饲养废废 研判可能是由其他边界县市弃养 或越界逃入 也呼吁民众主动通报 外传是从六福村动物园逃脱 六福村否认表示是因为有经验 愿意配合协助诱补 也公布沸沸展场设有高围墙 高度超过四米 并设有地面电网和高层电网 每天进行电网检测动物数量清点 新竹县府下武汉领务局人员 前往六福村稽查 厘清是否有设施损毁及疏失 根据领务局统计 全台有登记饲养废废 包括台北市立动物园 六福村寿山动物园 根据野保法规定 若搞丢所有人应自行或报请 当地主管机关协助围捕 围者可处新台币一到五万元罚还 记者张淑雲 张君豪 桃园新竹报导 在桃园传出有沸沸脱逃的事件之后 有学者初步判定它是东非沸沸 台北市立动物园就分析了 它是杂食动物 平常不会主动的攻击人 但也不排除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会有危险性 建议民众如果发现它 除了是保持距离之外 也不要四目相对 才不会被动物认为说是有攻击的意图 但万一是近距离接触的话 可以把身上的物品丢出去 来暂时转移注意力 取着白色高丽菜 台北市立动物园内的沸沸看到摄影镜头 好奇看了一眼才走开 桃园发生脱桃沸沸出没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 从目前看到的影像综合判断 应该属于东飞飞飞 平常在路面行走 不过也很会爬树 动物园资料显示 东飞飞飞身高约六十到七十公分 体重介于十七到二十九公斤 原始棲息地在森林与开放草地 属于杂食性动物 吃虫吃植物也吃蛋 平均可活二十五到三十岁 平哥大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副教授苏秀会分析 虽然东飞飞飞是杂食性 但是吃昆虫比较多 因此不算是会主动攻击人类的动物 但就怕被豢养过 习惯向人类索取食物 所以也不排除会因为想要食物而接近人类 动物逃脱事件实有所闻 台北市立动物园曾经在二零一七年 黑猩猩杀利逃到展场外 一度隔着玻璃和展场内的其他新兴互动 把游客吓到惊叫声连连 万一巧遇逃脱动物 专家提醒千万不能喂食 以免近距离接触产生危险 另外也要避免视线直视 让动物以为有攻击性 只要尽量拉开距离 并且尽速通报动保机关 记者旭安林间台报道 国内鸡蛋供应短缺 从这个月开始是陆续从八个国家来进口鸡蛋 其中泰国是首次出口生鸡蛋来台 第一批的三十二点五万颗 预估下个星期就会抵达台湾 而国内养鸡协会就表示了 鸡蛋的缺口很大 所以支持赶快进口 否则目前价格太过混乱 会造成蛋商和消费者的双输局面 泰国农业部官员与业者手上都捧着一盘鸡蛋 就站在货柜前 二十二号为首次将生鲜鸡蛋出口至台湾 留下纪念合影 这批鸡蛋约三十二点五万颗 价值一百五十万泰铢 约台币一百三十二万 将以海运运送 泰国媒体更早在两周前 披露双方人员会面 确认进出口事宜 台湾鸡蛋供应短缺 反倒让泰国看到新市场契机 期望今年可出口到台湾达五千万颗 这批泰国鸡蛋一颗产地价格四元 难道台湾还要再计入运销与处理成本 不过农委会已经表示 会吸收价差在通路平价贩售 至于国内产业界表示 不担心进口蛋冲击本土价格 因为缺蛋早就缺到漫天寒假 首批泰国鸡蛋预计海运 需要六到七天 也就是下周抵台 国内养鸡业者认为鸡蛋的缺口 恐怕比官方想象的还要大 至于下周是否又有调整 代价的打算呢 人表示需要开会讨论 但指出黑市价格混乱 目前供不应求 想要抢到蛋 只能把价格喊高再喊高 记者有临时 王新中台北报道 因为酒汗不雨的影响 新竹县大陆临到 在今天发生了山林大火 但是因为天干物燥 又缺乏水源 让救灾成为了严峻考验 至于高雄是将实施减量供水 所以分花场的游泳池 就宣布开放场次减半 另外在南投的桃米社区 是被发现到说 萤火虫比往年还要晚出现 推测有可能是和水中食物变少有关 春分节气刚过 天气逐渐变暖 中部知名赏萤火虫景点 南投县桃米社区 往年三月下旬 萤火虫就会现身 但今年至今还不见踪影 桃米休闲农业区推展协会 荣誉理事长廖永坤推估 因为久旱不雨 以水中萝贝类为食的 萤火虫幼虫食物变少 影响到整个族群的生长 预计会延期一周左右才会出现 天不下雨也影响到水晴 高雄水晴灯号将从三月三十号起转为成灯 实施减量供水 环保局四座焚化场游泳馆 每天开放场次将由四个时段减为两个 预估每天可节省四十三吨水量 酒汗不雨也让山林大火抢救不易 新竹县五丰乡大陆 零到二十三点五公里处 二十三号中午发生火警 从远处就能看见浓烟直喘天气 燃烧面积约为两公顷 空情总队直升机从高空吊挂水带面火 消防员则在地面涉水 入空同时抢救 希望减少延烧范围 其火原因是否与山区久未下雨有关 消防局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因为有微弱封面接近的影响 北台湾下午先变天 从星期五开始中部以北将会有零星阵雨 后续会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加上了华南云语气的冬移 到星期天和星期一 全台都有机会赠雨 南墨地区也渴望迎来春雨 稍微的缓解汗哨 周四下午北台湾转音变天 随着微弱封面通过 周五起中部以北高温将下降五度 伴随零星阵雨 同时华南云语气冬移 今年第一道春雷即将报道 这波降雨由周五的中部以北开始 雨区逐日扩大 周六包括东半部 南部山区也会有震雨或雷雨 最缺水的南部地区 也渴望在周日迎来降雨 气象专家分析 接下来在三月底 渴望还会有第二波春雨报道 稍微舒缓南部焊象 专家提醒 虽然近期有两波春雨 但是四到五月中旬 大环境还是不离降雨 提醒大家还是要继续节约用水 记者是安林间台报道 三年前一名来台湾 救水的马来西亚女大生 被一名良性男子掳走之后 性侵杀害 引发了全台关注 而今天二审宣判 高崇高分院是维持了死刑判决 尺夺公权终身 认定了被告是预谋犯案 而且经二次鉴定之后 再犯率高 难有矫制造化的可能 据这名女大生的母亲 在得知判决之后 是回应正义得以伸张 今年一月 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出庭的 马国女大生母亲 当时面对提问不乏一语 但当天在法庭上 气宿女儿遭杀害的过程 悲愤痛哭 希望司法别让良性被告 逃过死刑 二审宣判也在二十三号出炉 判刑引发了社会大众的恐慌 那审理中也未见被告有回忆 那原省以及本院都曾将被告送再犯 可能性的鉴定 那结果均认为被告的再犯可能性是高的 良性被告维持死刑 性侵其他女子未遂及遗弃尸体部分 夥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认为杀害女大生的部分 一审在犯罪事实的认定与论罪部分有违误 所以二审撤销改判 但还是认定被告犯下情结最重大的罪 判死刑耻夺公权终生 何一廷认为良性被告 虽然变成没有故意杀人 但他犯下马国女大生命案前 就意图侵犯另外一名女子 失败后还精进犯罪手法 显见是预谋性犯案 犯罪后也没有回忆 经过二次精神鉴定 再犯律署高危险 并无教化可能维持死刑 马国女大生家属 未到庭临判 仅透过简讯回应 谢谢关心 正义得以伸张 不愿再多谈 全案仍可上诉 记者王庭 许正俊 高雄报道 警方在桃园 龟山破获了地下兵工厂 当场还搜出了疑似国军的武器 不过国防部是全面清点 强调枪械没有减损 警方也表示枪支经过鉴定 这不认定是模拟枪 还有网友在网络上po文声称 是他们自家所设计的产品 原警执行扫黑 二十二号在桃园市龟山 一处非法兵工厂 查后多把改造枪支 当场逮捕罗姓男子 涉嫌改造枪械 经国保护总队 证讯后 二十三号下午 将他移送地检署复讯 不过警方在现场 还搜出疑似国造军用步枪 T-65K-2 和大批子弹等等军货 难道国军武器又外流 从枪支序号追查 疑似处自家义新训旅 不过军方全面清点 国防部强调T-65K-2都还在 只见全案疑电重重 从外界也质疑 那这把枪从哪里来 脸书粉专发文 有网友神称 这是他多年前设计的玩具枪 由于制造时有留下破绽 所以一眼就辨别 我们是尽量做到跟真枪一样 那个消费者才会买单 但是它上面有一个就是 军方有个厂挥 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跟军方没有关系 是不能激发 而且是 非我们国精所产制的这个国造的一个步枪 那个枪管虽然是有通 但是是不能激发 那国精也在做一个清点 那初步见识人员认为这把枪是操作枪 全案引发高度关注 究竟是乌龙一场 还是国造军品又丢失 经过桃园市警局见识科检验 初步认定这把枪为模拟枪 并非制式枪械 但是否属于军品 仍有待军方抵对做确认 记者传说 新冠本土疫情新增了97例的确诊 死亡40例 本土疫情降温 不过死亡数的下降幅度还不太明显 指揮中心是分析 这可能是和施打疫苗有关 因为没有施打疫苗的人 养疫之后的死亡风险 会比打满三剂的人高出18.5倍 所以就呼吁高风险族群 要赶快去施打疫苗 而至于下一个阶段 公共运输场所什么时候 可以免戴口罩 除了官网必胜就透露了 清明节廉价过后 4月中旬有机会可以公告 亲政免隔离 林佳恩新智上路 新冠本土跌破百例 23号周四 新增97例本土病例 其中54例是救治通报回补 死亡则有40例 而在基因定序方面 上周仍以BA.2.75 为本土主流病毒株 不过检出一例传播力较强的 XBB.1.5病例 也是本土第三例 个案为北部20多岁女性 没有出国史 属于重复感染 两次确诊间隔18天 本土疫情持续降温 但是死亡数下降并不明显 指挥中心分析 死亡个案大多具有慢性病史 而且没有完整接种疫苗 今年一月以来 六岁以上民众接种次世代疫苗 超过182.6万人次 没有打疫苗者 染疫后死亡风险 比打满三剂者高出18.5倍 因此呼吁高风险族群 应尽快接种疫苗 今天的40人死亡里面 有一半20人 是从来没有打过任何疫苗 那两人打了一剂 四人打两剂 14人打三剂 随着亲证免通报隔离 新制上路 下一阶段口罩全面解封 时程也禁了 指挥官王毕胜透露 指挥中心目前正着手 检讨公共运输 不强制戴口罩 以及医疗院所感染管控松绑 等两件事情 最快清明节廉价过后 四月中旬有机会正式公告 9月底将会有四位大法官的任期 届满 所以大法官提名审件小组 也公开接受各界推荐 现在是传出 周日代表谢长廷所创立的 新文化基金会将推荐 谢长廷 所以被再给党质疑 不过基金会董事长林耀文就表示了 无论是专业或是人格特质 谢长廷都符合条件 现行制度也没有规定政治人物 不应该被推荐 司法院数位大法官中有四人将于9月底任期届满 新文化基金会将推荐驻日代表谢长廷出任 司法院大法官引发讨论 对于驻日代表是否将换人 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 目前并没有这种思考或讨论 他的基金会这些就开始来提名他大法官审件小组下个礼拜报名截止 他就这时候刚好回来对不对 我国司法院设大法官15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 由总统提名经理法院同意任命 大法官任期8年不分届次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 截至29日大法官提名审件小组 公开接受各界推字件 审检学辩皆可推荐 不过大法官要独立行使职权 必须超越党派 谢长廷身为政治人物的身份 也遭在野党抨击 是派气分赃 那我想政治人物如果不适合被推荐 应该当初在这个国家几十年的这个大法官制度里面 就可以明文规定说 政治人物不应该被推荐 那如果没有这个明文规定的话 其实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林耀文强调不管是专业素养或是人格特质 谢长廷都符合被推荐出任司法院大法官的条件 据了解谢长廷将在26日下午出席在台新书发表会 讲述日本赠送台湾疫苗等过程 届时本人出任大法官的意愿和态度将备受关注 国军联合作战计划演练进入到第四天 正同性是国军分别在桃园逐围港 还有宜兰头城展开海滩反击作战 而全台一共是有14处共军可能登陆的红色沙滩 国军是模拟了共军抢滩 派出永虎战车 云爆甲车 演练乘战战 耐务了战场作户 还有车辆也战抢收 激活命令AAV轨两栖突击车从登陆舰出发 一路从桃园逐围港直冲岸边 准备实施抢滩登陆 国军释放烟雾 试图阻碍三辆AAV轨登陆 特战官兵扮演敌军上岸 双方展开交火 国军本周展开联合作战计划演练 送头戏就是展开海滩反击作战 这首选在桃园主委渔港这边的救星位 这里是全台十四处红色沙滩之一 也就是共军犯台时可能抢滩登陆的地点 敌军突破海岸防线后 目标直攻桃园国际机场 试图夺下并设立前线作战据点 陆军584旅担任首辈部队 有五战车云爆甲车投入城镇战 将敌军诱导到巷弄以火力压制 不只纳入战场救护 考验官兵应变能力 还模拟云爆甲车面临战损 紧急实施 野战抢修 新战车也到场喊话敌方投尘 专家指出共军若突破主委渔港 一举攻下桃园机场 能投射更多兵力 重装武器抵台 大举入侵台北的震惊中枢 要如何能够阻止攻击军第一 在发动两栖登陆突击 要能够在太岸阶级成功 第二 如果万一攻击军登陆成功的话 由于桃园机场离逐渭的海滩 大概只有四公里不到的直舰距离 必须要依靠地面部队 以及利用这个反抓奖 还有这个野战防空的这样一个单元 在周边进行步驻 对于攻击军进行这样一个伏击 同一时间宜兰投尘海滩 也演练反击作战 部队和叫招人员在路口进行围堵防御 防止共军抢摊登陆 除了两辆坦克压制 现场以模拟投尘海滩站 厂防线路中断 失火 国军结合全民总力 守护关键基础设施 记者黄子杰 张志佳 林静伦 桃园宜兰报导 中文会谈结束之后 俄罗斯依然是对于乌克兰的城市 发动了攻击 至少是有八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德伦斯基 第一是走访了靠近巴赫姆特的前线 为官兵来提振示器 除此之外 挪威所军援的八辆德制豹二战车 也已经抵达基辅 俄罗斯飞弹轰炸 在扎波罗热这栋住宅上方一脚被毁 一名男子头部流血 附近邻居下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俄前脚刚走 俄罗斯随即对乌克兰发动新一波攻势 首都基辅周边 以及扎波罗热有人伤亡 总统德伦斯基谴责俄国对平民的禽兽攻击 访识东部前线巴赫姆特镇附近的军事阵地 乌军在此抵抗俄军7的多远 泽伦斯基去年12月以来过一次 此行向前线官兵表达保卫国家的谢意 也到医院探望伤兵 根据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影片 泽伦斯基在回程路上一处加油站停留 买咖啡与大兵合照 乌克兰情报部门22号表示 乌军在巴赫姆特西部的反攻 以缓解通往该是主要供应路线的压力 二军在这里的攻击可能正在失事 而就在乌克兰持续抵御之际 挪威军援的八辆德制鲍尔坦克 已经运抵基辅 这是挪威在1月下旬时做出的承诺 也是根据乌克兰提出的需求 北约盟友德国波兰葡萄牙表示 将提供乌克兰共48辆鲍尔坦克 公式新闻黄运人编译 抖音TikTok执行长周秀兹 23号将会在美国众议院的委员会 对于应用程式的数据安全 隐私权维护 还有和中国当局的关联等议题进行听证 不过对于美国国会 在讨论是不是要禁用的议题 有一群网红是在民主党议员的陪同之下 前往国会山庄前来表态力挺 众所瞩目的TikTok抖音执行长华府 听证会举行的前夕 三位民主党众议员鲍曼 波肯以及贾西亚和一群TikTok网红 在华府国会山庄前召开记者会 呼吁制定范围广泛的隐私法律 将所有大型社区媒体公司纳入 而非单只是针对TikTok 爆满身后这群手持保留TikTok标语的网红 有烘培师傅 升学咨询业者 社会工作者以及手工艺职人 账号都有破百万的粉丝跟随 如果TikTok被拜登政府援引禁用 外国科技法案彻底封杀 许多人的升级马上就会面临难题 现年40岁出身新加坡 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NBA学位 2021年5月接下TikTok执行长职位的周壽姿 21号也发布一段影片 展现旗下7000名美国员工的成绩 恭喜新闻 网红文编译 法国政府动用了宪法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逃过了不信任案投票之后 也首度露面 他说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实施退休改革 就算失去民心也愿意接受 至于黎巴嫩是因为经济恶化 导致了退休金缩水 有数百名的退役安全部队成员上街示威 还一度企图要冲进总理办公室 法国政府上周动用宪法第49点三条 未经国民议会表决下 强行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 引发全国各地民众连日抗议 法国总统马克宏逃过两次不信任投票后 22号首度露面接受电视专访 表示他也不希望推动这项改革 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国库收支平衡 马克宏指出预计要在年底前实施 还表示如果因此失去人心也愿意接受 不过全国各地的示威行动 加上对油库 公共运输和垃圾轻运等 造成冲击的轮流罢工 导致马克宏政府面临四年前 黄备新运动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目前已经有多个工会宣布 23号将再度发动全国性罢工和示威 反对党议员也痛批马克宏在火上加油 示威群众爬过围墙 试图闯进黎巴嫩总理办公室 遭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驱散 其实他们是退役安全部队成员 因为经济状况恶化货币不断贬值 导致退休金跟着贬值 22号上街示威 要求政府提高退休金 联合国指出黎巴嫩的经济崩盘 已让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 世界银行甚至将黎巴嫩描述为近代全球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一 故事新闻这位人编译 萨尔瓦多过去是实施严格的禁止堕胎规定 不过有一名妇女被医生判定小孩无法存活 申请堕胎又被拒绝 被强迫怀孕了81天才得以剖腹生产 而这起个案是让相关人士和机构认为 国家涉嫌侵犯人权和虐待 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告 22号开庭审理的时候 就吸引了民众聚集 要求要伸张正义 美洲人权法院外的空地上 放了好几面巨大的旗帜 上面的人头画像 就是受害的萨尔瓦多妇女比亚特利斯 已经因为一场车祸去世的比亚特利斯 患有自体免疫性疾病 红伴性狼疮 他在二零一三年二十岁时 因为怀孕 被一时判定 胎儿有严重发育缺陷 无法存活 建议终止认诚之后 寻求法律途径 希望能够允许他堕胎 却被萨尔瓦多宪法法院驳回 被迫继续怀胎 达到81天才破腹生产 但因而出世不到五小时就死亡 对此人权组织 正义与国际法中心认为 萨国政府涉嫌侵害人权和虐待 和受害者一起向哥斯大利加的 美洲人权法院提告 案件一直到这个月二十二号 才首次开庭审理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从一九九八年以来 一直实施严格的禁止堕胎规定 即使怀孕对母体构成生命威胁 或是遭受性侵乱伦 而怀孕都不行 对于堕胎的妇女 跟协助堕胎的人 将处于八年徒刑 最重可能会以 加重杀人罪论刑 最高可能被判处 五十年徒刑 比亚特利斯在提告后 在二零一七年因为成活过世 现在他已经成为对抗萨尔瓦多反堕胎的代表人物 抗疫民众带着有争取性别平等的紫色颜色的物品 聚集在法院大楼外观看审理直播画面 也认为这个案件将可能改变所有反堕胎拉丁美洲国家女性的未来 而这起指标性的案件预计将在今年底前做出最终判决 适量的喝咖啡对于身体有益 不过咖啡因到底会不会造成心率不整 目前还没有定论 有一份医学期刊刊登的最新研究显示 喝咖啡不会明显增加心率不整的风险 不过每天喝两杯以上的受试者 有部分的几率会出现心跳比做快的心事早期收缩症状 每天一杯咖啡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很多大型的研究都证实 咖啡含有的多酚可增加身体抗氧化的功能 适量喝咖啡对健康有益 不过咖啡因对于心脏节律的影响始终没有定论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在22号发表了一项咖啡因的新研究报告 研究人员追踪一百名四十岁上下的受试者 饮用咖啡以及无咖啡因饮料的行为对照 结果发现喝咖啡不会明显增加一种 名为心房早期收缩的心率不整的几率 但是一天喝超过一杯咖啡的部分受试者 则会产生另一种心率不整 也就是心事早期收缩的症状 而喝较多咖啡的人 当天的活动量较多 睡眠也会减少 科罗拉多州大学医学教授指出 这项研究的取样数只有一百人 而且研究时间只有两周 代表性稍嫌薄弱 他引用其他的研究指出 咖啡因不见得会对罹患心脏疾病的人有害 他也认为无论是健康成人 或是有心脏素疾的人 没有理由因为这项新研究而停止喝咖啡 此外这项研究也再度证实 咖啡因代谢速度较快的人 比较不会出现喝完咖啡影响睡眠的情况 根据研究 成人每天摄取的咖啡因 已不超过四百毫克为安全的范围 尽管难党咖啡香醇美味 但是还是得是个人的身体状况 摄取咖啡 才能对健康发挥最大的功效 公事新闻张鼠芬编译 苗林台六十一线西兵快速道路的北上路段 今天是有一辆载满甲醇的槽车 因为不明原因翻覆 车头和槽体分离 驾驶伤重不治 而毅然的甲醇外泄也引发了大火 让全线双向是一度封闭 这网人员是到了中午时间才控制火势 槽车翻布在车道中央 冲撞力道强大 道路中央的护栏也被撞歪 而现场燃起雄雄火势 消防人员在现场持续降温 二十三号早上九点多 这辆槽车行进台六十一线 西边快速道路北上一百一十一点二公里处 发生翻车意外 由于车头和槽体分离 载送的工业用酒精甲醇外泄 随其萤火燃烧 火势还扩及到一旁的沟渠和农田 也因为甲醇是易燃物 消防人员以泡沫压制火势 四十六岁的张姓潮车驾驶 撞击后被赶紧送上救护车 但全身多数骨折 送医不治 为了避免波及来往车辆 西边快速道路双向一度全线封闭 到二十三号中午 火势握得控制后才陆续开放 在二零一四年 因为反复冒所爆发的太阳滑雪运 当时有学生 从立法院转占领行政院 被警方给强制驱离 他一度发生暴力见血事件 警察院今天是纠正了行政院 等五个机关 因为警方是预约了比例原则 行政院也回应表示 会强化远景的勤前教育 还有人权法治教育 用水柱强力驱离抗疫学生 二零一四年太阳花学运 学生反服貌 镇领行政院静坐 遭到警方藏行阻拦 事件届满九年的前夕 警察院通过纠正行政院 内政部警政署 台北市警局 以及台北地检署等五个机关 认为警方逾越比例原则 用暴力手段执行驱离 我们的民众是用手勾手的方式 用静坐来表达抗疫 确招援警 用警棍或者是甩棒来殴打 甚至拉着民众用后脑去 让他的后脑重摔到地上 而且脱险 监察院调查指出 民众受伤人数被警方严重低估 实际急诊就医共有166人轻重伤 是警方当时统计的将近四倍 部分原警行为粗暴 警政高层也调派不当 并且没有确实对原警 进行勤前教育 至今也仅有对 时任北市警局特勤队中队长 胡光新继身戒两次 所有受到伤害的民众 都应该有知道 这个真相的权利 也同时有得到一个 正义回复的权益 昨天前发生的这个事件 可以说是我们民主的耻辱 我们要深刻的警惕到 民主人权得来不易 失去容易 行政院指出 将强化原警的勤前教育 以及人权法治教育 台北市警察局 则至捷稿前尚未回应 记者朱凤之无期称 台北报道 热门演唱会几乎是一票难求 还会出现黄牛来哄台价格 像是有韩国女团 她们的票价是喊破了十万元 因此有立委就建议 文化部应该要建立 合法交易平台 文化部也回应表示 在汇集各方的意见 而消极会则呼吁 把现行的法规当中 可以开罚黄牛的设違法 加重加严 才可以遏止乱象 南韩女团Blackpink演唱会外头 有民众高价买黄牛票 却拿不到 无法进场 也有民众互助 揪出黄牛 报警处理 热门活动或知名艺人 团体的演唱会 常常一票难求 就连名医也受害 黄牛抢下门诊挂号 在台价转售 看到那么贵觉得 很贵就不想买 买黄牛票其实也是 一个恶性的循环 政府好像也没有什么作为 而且我们都觉得 有人买不到票 然后很想买 就一定会有黄牛存在 杜绝黄牛票 有民众认为拒绝购买 也有民众认为 政府介入的力道太薄弱 甚至可以说无作为 造成黄牛猖獗 也让立委建议文化部建立 并经营合理的二手交易平台 不仅仅是重罚 文化部这边是不是可以 跟业界讨论来建立一个 合理合法的交换平台 还在推进当中 业者可以什么时候成立 这个二手交换的平台 还是要透过跟他们的协商 文化部回应已在汇集各界意见 也不排除修法开罚 加价转售 大量扫票的行为 消极会则建议政府 修正现有能裁罚黄牛票的 社会秩序维护法六十四条 消极会也建议 社委法中规定的票券 也该纳入医疗 艺文表演等活动 同时针对滥用城市 购票等消费模式有所因应 在文化部发放了文化成年礼金之后 教育部也规划要再推出动资券 限定是在十六岁到二十二岁年轻族群 每年常胎性的发放五百块钱 可以用在看运动的比赛 还有球赛等领域上 上精神房做举重运动 不仅锻炼身材也达到运动效果 为了培养青年养成长期运动的好习惯 教育部体育署规划 针对青年族群 常态发放五百元青春动资券 蛮符合年轻人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不是会看球赛那些吗 我是觉得可以促进消费还不错 我还是会比较想要去看球赛 有就好了 不会嫌太少或太多 对于五百元的运动红包 许多大学生乐观其成 看看体育署的青春动资券规划方案 主要以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的民众为主 每年将常态性发给每人五百元 零用时间预计从六月开始到今年年底 可以用在做运动或是观看赛事 总计约有一百六十五万人受惠 只是外界好奇 为什么这回的动词券 只锁定十六到二十二岁的青年 教育部回应依据体育署 在过往的运动赛事参与情形报告发现 高中职和大中院校学生的参与 都低于总平均数 高中跟大中院学生年纪稍微也比较大 自主能力也比较强 比较高 同时也可以独立地完成消费 运动的一个消费 那这个阶段的运动习惯的两层 对于成年之后的身心健康 学业成就以及社交能力都有很大的注意 看好这次的业绩成长应该会有两层左右 当然也希望政府的配套 可以更完整推动全民运动为概念 给予全民层的补助 期盼透过政府领头民间加码措施 带动青年族群的消费运动习惯 只是提倡运动应该不分年龄 也让没领到圈的民众 难免觉得美中不足 记者原此郭俊玲 全球的AI热潮引发了广泛讨论 这是不是会取代人力 或是某一些产业 华裔AI科学家李飞飞是来台 分享她的相关看法 她认为各界对于AI是赋予了太多人性化的想象了 她认为AI不会取代人类的能力 而是会增强能力 近期Chap GPT掀起一波AI热潮 面对这个快速发展的新科技 人类未来要如何拥抱它 AI的发展是否取代人力 或是取代哪些产业 国科会二三号特别邀请国际重量级AI专家 华裔科学家李飞飞 分享她长期投入AI发展的心路历程 李飞飞认为AI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 不过各界对AI赋予太多人性化的猜想 虽然AI对于软体工程的冲击非常大 可是它就是一个工具 它可以协助在医疗手术等方面的不足 或是取代部分危险工作 可是重点还是在人类本身的使用 我在猜大概处在中学生的阶段吧 AI目前的AI还没有到大学或研究所的阶段 一个产业要到研究所以后才算是成熟到 不会再改变 所以目前AI会取代哪些产业还不可知 国科会认为虽然AI的发展输入非常惊人 可是它是有边界的 仍旧需要遵循法律 社会的规范 而语坛的产业界人士认为 AI非常擅长于判断图形和声音 对强化科学家 工程师及学生的能力 很有帮助 目前AI科技仍旧在发展中 担心它会取代哪些产业 言之过早 记得陈嘉欣 谢正林 台北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我们在台湾奉面的前沿 所以环境比较暖 隔离的高温都来到了三十度以上 在南部的近山区或河谷 甚至来到三十六度左右的一个高温 我们先来从卫星图上来看现在的状况 台湾目前在我手指所指的的位置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陨气 所以高温是稍微比较高的 不过在东海的南部 延伸到台湾北部海面 甚至到华南这一带是封面所在的位置 封面是通过了马祖地区 所以今天马祖中午也响起了经典第一道春雷 此外今天封面前沿的一些对流系统 也造就了大台北地区 今天观测到了八到九级左右的一个强阵风 明天的天气呢 我们从这张定量降水预报图上来看 明天的天气会有一些变化 主要是北边的封面通过了 所以说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出现 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属于 多云稻情稳定的天气状况 至于在高温的部分的话 各地的高温也会比今天稍微再下降一点 北部东半部地区大约是二十六到二十九度 其他地方还是可以来到三十度以上的一个高温 清晨的低温大约是二十二十一度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大 提醒大家要留意温度上的变化 那最后再提醒大家 今明两天温度比较暖 不过从周末开始水气变多 东北几风增强 温度也有开始降 此外也要留意今天在金门马祖 可能容易会有局部误或低于影响能见度 请他行车用路一定要独家的注意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一次来提供您各地的气场资讯 北部是十九度到二十六度 中部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三十度 南部是二十一度到三十一度 东部是二十一度到二十八度 外岛是十三到二十六度 来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全部都是普通等级 云南花东和澎湖良好等级 马祖和金门是普通等级 跟您收看 免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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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兼U数 Natasha